相依妇人,乃貂蝉也 吕布大驚,行至廊下,无由得见 猛然见貂蝉推一而出 吕布大怒,逆贼在于何处 貂蝉曰,以罪已,吕布提剑入堂 见董卓鼻气如雷,卧如肉衫 骂,老贼无道,以剑断其景 鲜血涌流 赐董卓生死 吕布肃忙出宅,奔走于丞相宅内 王允吉问为何 吕布据说其由 丞相大喜曰,温侯是知名人 若不杀董卓,汉天下围如雷乱 说话间,门人报曰 外有李肃提剑来寻吕布 丞相火速出宅,见李肃之曰 吕布杀了太师生死 我若见吕布,遂施万段 王允曰,将军错矣 金汉天下四百余年 而祖李广扶持汉事 金董卓弄权,吕布除之 而言杀吕布,天下骂名 不类而知上祖 可以除婚立名 是大丈夫也,李肃之见在的 插手曰,成乡所言当也 请温侯说话,二人相见 吕布据说董卓无道 李肃大怒,无不知其事 上次